中文字幕——YK 我已经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今天上午呢 也就有关的军事演练 做出了回应 这次演习 是针对当前的台海形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台湾是中国领土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以台制华 斜阳自重的企图 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中方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挫败一切外部势力 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请注意 ите,请订阅 评论 使用 评论 评论 分装